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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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噢! 接下來給各位介紹的是Arduino Arduino Arduino的作品 這個是紅綠燈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南北相跟東西相的紅綠燈 四個紅綠燈 那麼它呢 這個裡面的接線其實很簡單 沒有很困難 做得很簡單 因為這個 南北相的這個燈基本上它是亮一樣的 所以它的紅燈是串起來的 是併在一起,併在一起 然後黃燈併,黃燈,綠燈併,綠燈 所以它們兩個是併聯的 那麼南北相跟東西相 它的不同 就是在亮紅燈的時候 這邊是亮綠燈 所以我也是把這裡的紅燈跟這裡的綠燈併起來 那同樣的道理 這裡的綠燈跟這裡的紅燈也是併起來 那唯一的不同 就是只有紅燈 只有黃燈的部分是不同的 那那個黃燈的不同 所以它需要因為東西相跟南北相 黃燈閃的時機是快要變紅燈的時候 才閃黃燈 所以它們兩個的時機是不同的 所以會需要這邊一組黃燈 這邊一組黃燈,兩組黃燈的控制線 那至於紅燈跟綠燈 因為兩邊剛好相反 所以其實這邊亮紅燈 就等於這邊亮綠燈 所以這樣子紅綠燈也只要兩組線 所以其實總共只要四組的訊號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四組的訊號線 然後這個是接地線,總共五條 這樣子就可以用Arduino 我們的S4A來控制 那麼因為S4A本身 它的數位輸出只有三隻腳 S4A 那所以我們會另外 黃燈的部分我就直接用PWM的輸出 輸出到255 就等於這個數位輸出的5伏特 所以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把它接在 紅綠燈的部分 接在13 13跟10數位輸出 10 13 好,那麼黃燈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5跟6 好,那麼如果大家有亮錯 就把它交換就好了 好,5跟6 OK,然後接地呢 把它接地 好,這樣就完成接線了 那麼我一開始執行呢 我的程式一開始 它會先測試 先測試燈號 那燈號會全部都閃 然後輪流閃 那測試完之後 才去開始紅綠燈的運作 我們看一下喔 好,現在全部都閃了 閃三次 然後就 紅黃綠 紅黃綠 也是各三次 然後就開始正常的運作 好,所以這邊綠燈 你會看到這邊綠燈 現在這裡是紅燈的 好,所以這個錯了對不對 好,把它畫出來 好,這樣就對了 好,所以綠燈快要變紅燈的時候 然後它會閃黃燈 然後跳紅燈 那紅燈的時候 這另外一項呢 是綠燈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嗎 好,現在這邊 跳紅燈 這邊又跳綠燈 東西南北項 剛好相反 這就是我做的紅綠燈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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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